公司在全国拥有最多活跃投资者的券商 2016年华泰做到的成绩相当之厉害 股票基金交易量合共人民币24万5千亿 24万5千亿是什么概念 是市场份额的8.85% 原来全国的排名是保持在第一位 至于华泰有一个帐户财富通的APP 累计的下载是超过2600万次 更加重要是活跃用户的规模是行业的首位 另外比较关注就是华泰在移动互联网里面也做得很好 成功抢占了90后00后的市场 即是我 可以觉得他们的钱并不是那么多 但正正因为这样 他们的流动性亦是最强的 所以造就华泰在2016年的市场份额 市场份额的市场份额 买到8.85% 相比中信和海通 华泰是比较小一点 但相信因为小一点的增长空间 亦是增长故事最好 华泰同时都在MSCI名声指数里面 看回指数里面的股份 很多都有资金流 就已经流进去 一旦上证现在$3,200 如果到$3,300 这批证券股其实都会成功在望 860现价可以买的 16.16 因为我曾经说过 它的上市位是$24 希望飘回上面的位置 所以我现在都会认识